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博士的YouTube频道 又到了我们一起上YouTube的时间了 火了火了火了 最近有一个事情火了 然后说中国现在要开放商台的 然后最近大家沸沸扬言然在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我其实也看到这个事情 然后大家都在各种各样的笑 大家各种各样的笑 说开放商台 大家搞了很多段子 但其实老是很难笑得出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中央政治局搞出开放商台 这样一个政策的话 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科学的政策 而且基本上就是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就是说中国这个国家的这个领导者 想出这种办法 然后去想控制人的这个声誉 而且企图啊 他们是想去企图解决中国的这个问题 而且是这一种提出这样一切方式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非常悲哀的 为什么 是他们真的是智商问题呢 还是因为他们的真的是认识问题的能力太差了 然后如果真的是认识能力太差 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的话 其实老师是其实是开心不起来 觉得其实真的是一种悲哀 一种悲哀 有可能这个社会上明白的还是很多 反正在北京大学的话 老师所见到的朋友中 我觉得能够比较清醒的认识到中国这个声誉问题 指的是他们学文科的啊 能够认识到的问题的本质的话 他的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这样的人的话 他并没有进入到一定的决策传 然后某些重要的岗位 反而是做出这个开放商态 这样比较荒唐决策的 这个反而去进入了 我也觉得比较纳闷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什么问题 给大家讲一个 你可以讲一个问题 就有一天 比如说你想去造一个什么电路师吗 或者叫电路器 你冬天不是要这个烤火吗 你要加热吗 这边不是有个电路师对吧 你要给他就加一个电 然后这边不是就烤火了吗 然后就是有点像那个我们冬天那个小太阳吗 就是有点这个东西 然后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这个电路师两边给他加一个200伏的电压 发现他这个冰凉冰凉米 对不对 加个200伏冰凉冰凉米一点都不发热 然后邓声你就说 200伏冰凉凉米 我给他加300伏 对不对 因为之前我们也开放了二胎了 之前开放了二胎 然后没啥用 这时候没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现在就开放商态 原来加个200伏的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现在搞一个300伏的 你觉得它会烧起来吗 它会发热吗 你觉得它会发热吗 动脑子去想想会发热吗 肯定不会发热 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想想 它有没有断掉 对不对 它这个线是不是哪个地方断了 对不对 你是不是你这个系统的设计有问题 对不对 是你这个系统有问题 对吧 为什么你加200伏的时候 一点都会发热 你加个300伏它会发热 这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幸福这些人 他没有去做自然科学 否则的话真的是 真的是不想 肯定浪费很多的科研经费 这很简单一个示威方式 真的就是所谓研究商的 入门级的最基本的科研方法 读不知道 对吧 所以你原来开放二胎 你没有用 你现在开放三胎有用吗 肯定无用 你何必要惹得大家一顿嘲笑了 对不对 你肯定没有用的 就和老师举这个例子是一样的 那么这期节目的话 我们当然不是说 说它为什么无用 但它当然是无用 它最重要一个问题 你要找到问题的根源 对不对 我们说 那我们要讲一个就是 为什么年轻人不生 对 对 对 年轻人现在为什么不生 你把这个原因找到 对吧 你找到它的问题了 其实找到它的原因了 其实你解决问题 就是就已经是一半了 就已经实现了一半了 那你现在要找到原因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科学研究的方法吧 你找到问题之所在 你解决就已经很近了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 年轻人为什么不生 第一个问题 这个 老师生又疼嘎 老师现在也没生 在未来至于要不要生 我也不确定 反正就是说 那么老师作为 现在这些个朋友们 其实都处于这个阶段 然后我们也聊的比较多 我觉得 包括各种网络的调研也好 我相信 我说的这些的话 都是比较科学的 第一个 生育福利 生育福利 在中国生育有福利吗 有啥福利啊 没看到 只愿你生孩子 也没给多少钱 对不对 你生孩子也没给钱 然后每个月的话 这个政府也不给你 发什么来份钱 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这个生孩子手术费啊 什么这个 比如说你等这个孩子出生啊 这个 像这个时间啊 这个住宿费啊 伙食费啊 政府一分钱也不发 对不对 就生孩子这个阶段 你有福利吗 你没有 几乎没有 无 零 这样了 对不对 零福利 没有任何的福利 那么 就这个角度 你不然没有福利的话 你还要收他们什么 你要还要收他们消费税 对 哎 你要说 刚才有同学问 哎 小宝宝也要拉税啊 对啊 小宝宝就是要拉税 你小孩子 尿不湿 对不对 然后 吃的奶粉 吃的各种东西 用的这个玩具 你都要在里面是政府要拉税的 政府大概 拉将近15% 但有些高 有些低了 有些20% 30% 但平均下来 将近15%左右 你生小孩子 你还没有给任何的福利 你还要从这个小孩子 小宝宝身上去刮15%的消费税 你想想 年轻人为什么不生 对不对 这个一大原因 是生孩子没有福利 对不对 第二个 育儿成本 一个是高 你生一个孩子 你要知道来分多少钱 一桶 好一点的 五六百 对不对 便宜一点的 三四百 更高的 可能更高 六七百 你看一个月吃鸡桶 对不对 尿不湿 几十块钱一块 对不对 你不敢用特别差的 然后小孩子生病了 穿的 各方面的价格 高的不知道多高 吓死人了 而且你用太差的 这孩子容易生病 你孩子发育阶段不好 你也假冒伪劣产品 拼多多上 就买的那几块钱 几毛钱 你敢用 反正我是不敢用 就是说 而且现在国产来说 你敢买 你当然 也可以买的 有些品牌 但是你知道 以前那山路出的事 多严重吗 杀具千安的事 所以稍微好一点 现在都要买进口的 而且不买进口的 都要买比较贵一点的 那内置品的话 敢买 十块钱一桶的来 你敢喝吗 喝成你的大头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一百块钱不敢喝 所以的话 大头的纸 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说 你孩子给你孩子 喝出个 喝出个残疾 你敢喝 所以这个一个问题 育儿成本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太高了 你现在各种都很贵 你也没有 每个月也没有 没有给补贴 第三个是什么 教育成本 教育成本 对不对 孩子到了三四岁 上幼儿园了吧 幼儿园现在 北京多少钱 一个月 至少就五千 对不对 幼儿园就在五千块 一个月 你平时看怎么高 你要是别的 当幼儿园 你不同地方不一样 这是北京 稍微中当的幼儿园 你低一点 也得一千八 到两千八 不同人收入不一样 那你这个幼儿成本 幼儿园是这么多 那孩子的文具 书包 对不对 学校的交的伙食费 学杂费 对不对 还有各种的 算小学 对不对 生活费 对 还有你平时生活的 衣食住行的 各种开支 那孩子 一个 一个人 那可是挺多的 什么都要买 衣服什么的 那也是很多 更比如说教育成本 教育成本 还有什么补课 你要学习 学习一些 基本的艺术知识 孩子 全方面能力的培养 你总要 你不能生个孩子出来 就不能家里面养宠物一样的 就是不管他吗 然后最后出去的话 啥也不会 成为社会累赘吧 然后什么也不懂 看起来像个傻瓜 傻瓜瓜一样 然后反而把自己气得 气得实在不行 肯定不行 所以你要好好的 要教育他 对吧 要完成这个教育功能 那这个教育成本 现在多高啊 有补贴吗 一分店补贴都没有 所以的话 你要让年轻人去生 年轻人怎么去生 对不对 第四个 时间成本 一个小儿子生下来 每天都凌晨一二点 然后就哭 然后起来换尿布 那平时父母还要上班 时间成本 小的时候根本不能离开 你离开之后 小孩子 马上就到河边去玩了 或者楼上楼梯玩了 摔死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摔死了淹死了怎么办 所以你得照顾他 然后这部分的时间成本 是非常之大的 你本身年轻人就很忙 所以你一个孩子 你得花多长时间 两个孩子花多长 三个孩子 你基本上就玩了你一辈子 对不对 你现在有很多人 为了照顾一个孩子 放弃了自己的理想 自己喜好 甚至放弃了几代人的 这样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生活 你这个时间成本没有 你持着工作在家 照顾孩子 政府给你发补贴吗 对不对 会给你发补贴吗 没有 零 零 所以说 这个时间成本这么高 第五个 也是最重要的 是年轻人自己 现在年轻人自己不行 你现在北京的房价 两千一千万一套 款款三十年 两千万 上次不是算了一下 老实在北京买个房 一个月要给你还 五万到六万的房贷 一个月五万块钱的房贷 你们现在 哪个人的工资 每个月超过五万 而且还是五万 所以说 年轻人工资又很低 大部分年轻人工资很低的 所以说 你这个时候工资很低 生活压力又大 对不对 对不对 生活压力又大 现在都已经躺平了 现在都已经躺平了 你知道吗 现在都已经躺平了 你不要以为年轻人躺平 是干那个 去生孩子去了 干那个你知道吗 去生孩子去了 不是 人家躺平了 是成佛了 啥都不管了 老师也去节目 说躺平了 人家躺平了 不是在床上躺平 去造人去了 人家躺平了 是与世无尊必逝了 所以年轻人压力大 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以上的这些原因 搞一起之后 那只能送给你两个字 不生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找到了原因的话 当然就要提出解决办法 那什么样的办法 才是科学的解决办法呢 至少那个开放商态 它是不科学的 这个东西是不科学的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办法 那么当然老师也会给大家进行提供 那么 什么是科学的办法 对不对 科学的办法的话 我讲的是科学的办法 不是那个不科学的办法 你要是哪 你派个什么警察来 然后拿个枪 比如什么武警 或什么军队的人 哪个枪对着 科学博士 你到底要不要生 不生的话 我就咚咚 然后两枪 崩掉你们夫妻 或者咚咚 然后崩掉你们啥 然后就 那你 那这个的话 这种情况下 哎呀 如果这个 政府拿了一把枪 对在我的脑袋上 说你必须要生一个 不然我就崩掉你 那我会考虑生的 对 那我相信中国的生育率 应该会马上上去 然后这样的话 所以的话 限定你一年 一年如果生不出一个来 直接 呛绝 那这个也可以 但是这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 它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 那我们现在呢 讲的是一个真正科学的办法 科学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激励 就是要激励 什么叫激励的 最简单 就是生还是要给补贴 这是必须要的 比如说生一个孩子 一般一个人 多少比较合适啊 现在根据中国的物料的话 至少十万块吧 就你生一个孩子的话 给你十万块钱 对不对 但你这个可以根据你当地的 这个生活水平和房 住房的水平进行调整啊 比如说大城市可以高一点 农村的 比如消费比较低一点的 二线城市可以低一点 那你可以浮动 比如说从五万啊到十万 但你为了调节这个人口啊 的情况下的话 你甚至还可以 比如说 比如说生女孩的话 你甚至可以给多一点 你不是现在比例也失调吗 比如你生女孩的话 你甚至可以给十二万 反正就多一点点嘛 就这个这个东西去激励 那么你通过这种补贴和激励 你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就涵盖了我们这个生育这个问题 就你至少怀孕期间 你的这些补贴的这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包括你做月子啊 你进行这些个 照顾你的这些费用啊 比如说你在家 这个这些个基本的开支 你能够通过这十万块钱 一定程度上去涵盖进去 包括你一些手术费啊什么的 医疗手术费 你可以涵盖进去 以及降低大概的压力 这个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那么就可以生 第二个的话 就一定是一个每个月要给补贴 就是你要给孩子一定的补贴 这个叫来整钱 这个叫来整钱 来整钱就是每个月给孩子补贴 比如说每个月生一个孩子 每个月给你发500对不对 500元 或者你更高一点低一点 然后就像给孩子的生活费 其实就是给孩子的生活费 你这个要给他补贴 降低他的成本 第三个就是你教育的问题 教育 就是你从小学到 从小学到大学吧 最基本现在是大学 已经成为一种通事教育 从大学 这个都要免费的 都要实行全面的免费 就你让人家小孩上学的时候 你没有不需要他的经济负担 你小孩上学 本身你是为社会培养 这样一个生活体系 而且小孩子本身在过程中 他有消费税 你父母的话 本身也拉了很多税 然后各种各种中 所以你要免除他的教育 就已经实现了 从小学到大学都全部免费 你实现了这个 你基本上的话 就可以一定程度上 非常大程度上去解决 现在我们年轻人 这个生孩子 这个生孩子 就是说 在这个角度上 一个后顾之忧 你一定可以一定程度上 提高这个生育率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年轻人本身 就是年轻人 他本身的问题 你要解决 这个就包括 比如说房价 你的房价 你一定要降低 你的工资 你的工资要提高 你的房价降低 你如果把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你又给他变小了 对不对 然后大概有了更多时间 然后这个时候 他的压力变小 然后你生孩子 也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这个时候 大家又会从 就可以从不生 然后变成生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的解决办法 你只要解决这种情况下的话 大家才会去 没有后顾之忧 才会有更多的生育出来 而不是你说 你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 都没有任何的解决 我没看到你有任何一个 东西 现在这个中国实现了 然后你就开放三胎 别说你是开放三胎 你开放三十胎 你开放三十胎都没用 我跟你说 你开放三胎没有用 开放三十胎没有用 最后给我举这个例子 你做一个电热器的话 家里面一个小碳眼 没电了 你加个200伏 里面冰凉冰凉的 什么热也没有 你加个200万伏 它也一样 因为它半路了 或者它的系统有问题 它说它系统的问题 它不是因为你加的电压不够 你开放二胎没用 开放三胎没用 你开放十胎 七胎 二十胎 一百胎 你有什么用 一点用也没有 所以你干嘛就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所以这样的决策也没有意义 从来是浪费时间 从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 你只有通过 老师刚刚说的这些个办法 你才有可能真正解决 不是老师的问题 好吧 那么今天老师就大家谈那么多 如果大家觉得 老师这些建议 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那就帮忙给老师 订阅关注老师的频道 可以博士的YouTube频道 然后上面帮忙点个赞 是吧 然后关注一下老师 然后也欢迎给老师进行留言 我们进行这样的探讨 那么比如说探讨这些东西 会不会实现 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 我们当然有很多可以聊的问题 那么好的 那我们这期的上YouTube 就到现在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